死后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吗 许多人都存疑着疑问 而这宗教介者呢 包含了医疗业者 他们之前还有研究机构 大家都在互相的论战之下 我们就来听听看 这红人集团的王文阳呢 他在二十年前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贫死的经验 而这一次的贫死经验之下呢 王文阳他究竟看到了什么 立刚你知道吗 王文阳他从小呢 他就是接触耶稣基督的 然后从小就是读圣经 然后上主日学 他是赌信基督教的 可是后来却为什么 从这个赌信基督的基督徒呢 改信佛教呢 中间的转折 其实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 才会让他改信佛教 就是因为他自己 王文阳曾经亲自叙述过 他说当时他经历了一个事情 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没有办法相信 他竟然灵魂出教了 灵魂出教看到了一些经历 第一次他亲身所经历的 这个事情呢要发生 要回退到他之前三十七八岁 二十多年前 王文阳说他之前他知道 他其实是有药物过敏的 但是过去知道这个状况 并没有觉得多严重 没有想到有一回呢 他感冒 然后引起他的这个喉咙痛 他就去台塑公司 他这个旁边的这个长根医院 去挂那个门诊 那当时门诊科的医生 就开给了这个一个抗生素给他服用 后来回到了这个台塑公司之后 他就去吃了这个抗生素服用了 服用了之后他开始觉得全身贪卵 无力觉得很不舒服 王文阳怎么贪卵在地上 然后赶快通报公司其他人来帮忙 然后就有一个同事把这个 王文阳整个这样子贪卵无力的他 扶着走到这个隔壁 台塑大楼的幸好 隔壁是这个长根医院 走到长根医院急诊室去急诊 王文阳当时还硬钉着他的身体 本来真的很不舒服 贪卵到已经很想躺下去就算了 结果后来他就撑到医院之后 一到了急诊室 他整个人就倒下去 休克昏迷了 所有长根医院那时候急诊室 所有的医生全部围过来 开始要进行急救 七手八脚的 现在急都急死了 就像这个四翼的画面 这当然是四翼图 然后就开始去对王文阳进行急救 可是你知道吗 全部的医生发现王文阳 他全身都发红 然后脸部脏黑 然后怎么去看他的这个脉搏 都没有发现脉搶 那已经很糟了 连护士我跟你讲 要量血压都量不出数据来 那这样不是表示他的这个 生理功能已经完全停止了 也不晓得他这个昏迷 休克昏迷的原因是什么 怎么回事这样子 索性后来当时长根医院的 这个院长吴德朗先生呢 他去外面开会 刚好紧急后赶回来这个长根医院 一走进急诊室呢 那后来王文阳自己讲喔 当时他知道吴德朗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竟然 整个过程 医院所有的这个急诊室的 医生护理人员 在对他抢救急救的时候 七手八脚在忙的时候呢 在他身上不断弄不断弄 王文阳说他就站在 整个急诊室的床边 等一下 看着所有的医院医生 护士在急救他自己 不对啊 他不是已经昏迷了 他倒在那边了 现在所有人对他进行急救了 为什么王文阳是站在旁边呢 他就亲眼见到 因为他说他当时灵魂 整个出校了 出校的时候 他看到他自己 就躺在急诊室的那个病床 你是说他的灵魂 看着他自己的躯体 躺在急诊室 他看着他自己躯体 接受这长根医院 所有的这个医疗团队的 这个急诊室的医生 你说的这些是王文阳 亲口讲出来的吗 他自己亲口讲的 亲口讲的 然后后来呢 他看到这些医生在那中 他还看到吴德朗院长 很急着 满头大汗的 有护士和其他医生在旁边 跟着帮忙 吴德朗经验丰富 他一看到王文阳的状况 就判断他快挂了 然后紧急要进行这个心脏的按摩 而且呢 据这个王文阳自己后来讲 他事后回忆 他说他还看到吴德朗呢 叫这个旁边的医生跟护士 准备了一个很长很长的 那个长针 那个长针 他后来才知道 原来那个长针是要插在 这个王文阳的心脏部位 是给他注射在心脏部位 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强心针 所以当时他看到 吴德朗在急救的时候 吴德朗院长就把那个强心针 接过来 就把他的心脏部位给 扎了下去 扎了下去之后 王文阳觉得很无聊 整个急救过程感觉好像 他看不出来有什么新的进展 他就去跑去医院外面 去晃啊晃啊 你说王文阳他的灵魂 居然还跑出去外面过 对 跑去急诊室外面看 还看到外面很多的一些 很关心好奇的人 据说也在外面 这个急诊室和医院那边 大家看 他整个过程都看到了 后来他觉得很无聊 然后又再回急诊室看看 急救完了没有 结果没想到一回急诊室 这个时候王文阳就整个清醒了 清醒了之后 整个看到旁边都是急着 那个医疗团队的人 还有包括吴德朗院长 吴德朗就告诉他 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跟吴德朗说 你不用告诉我了 我知道你刚刚拿了 一根很长的那个 不知道是什么针 插在我心脏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灵魂已经被拉回躯体了 对 他已经醒了 急救成功 那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 结果这个吴德朗还没讲完 他就听到王文阳跟他讲说 我刚刚看到整个医疗过程 包括你拿了一根抢心脏 很长的一个针 要插在我身上 然后大家七手八脚 在你还没回来之间 大家都不知道找不出原因 后来幸亏是你来 整个把我急救 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吴德朗事后出了一本新书 把这一段过程 整个不为能知的 这个急救的过程 给披露了出来 说他当时听到了 王文阳这样叙述 他还没去讲说 整个是怎么帮你救回来的 结果吴德朗听到王文阳讲 讲了自己都 嘴巴都脏得好开 不可自信 他实际上觉得不可思议 王文阳他曾经碰过 贫死的经验 而且他的灵魂甚至出窍了 可是我们说到蒋伟国 蒋伟国也曾经有过 贫死的经验 他灵魂也出窍了 他还看到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谁呢 他只看到两个人 他只是看到了两个很伟大的人 他还有看过别的人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 我个人听过 排场最大的贫死经验了 画面中你看到的 这个是我们蒋伟国将军 生前他的画面 但是你知道吗 在1993年12月26号 凌晨4点的时候 蒋伟国当时生死交官 话说他当时想要上厕所 他从床上下来 结果走到房间中间 他说脚没了 脚没是要这样走对吗 对 他自己告诉自己 那我要怎么办呢 他就想说当下我还是回床上 赶快打电话求救 结果一送到医院 各位 他竟然是动脉玻璃 这么恐怖啊 医生问家属 要不要动手术 那个会要命的 要不要动手术 你不要考虑太久 你一分钟都没得考虑家属 当然连考虑都没考虑 就立刻动手术 后来蒋伟国将军 昏迷了三天三夜 他才从鬼门关走回来 这三天立刚 不就是他老人家的 冰死经验吗 是 我刚才说他见到了 两个很重要的人 对不对 第一个人知道他见到谁 对他很重要 对台湾历史发展 也很重要的 是谁 蒋中正先生 因为就是他爸爸 他说当时他看到他爸爸坐在他的床边 结果他一看到他爸爸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一句很不吉利的话 他说 哎呀 他看到他爸 他说 我又能来到你的身边做事 各位 那不就走 那个意思了吗 蒋公不是已经在天上了吗 对啊 那你说你都还活着 你要去他身边做事 所以他爸爸一听 马上就打断他的话 就讲孩子 你不能说这样的傻话 你要回去的啊 You'll be back的 你还没有完成你的使命 你必须回去的 好 你以为这段冰死经验就到此为止吗 没有哦 后来啊 记者本来以为就这样 所以还赶快的打断了蒋公伟国将军的话说 请问一下蒋公伟国将军当时穿什么衣服 蒋公伟国就讲啊 说他当时就穿着居家很普通的衣服 马上他就告诉记者说 你怎么不听听我后来又见到谁 谁啊 谁谁谁 我见到了国父啊 我大哥生 你说孙中山啊 对我刚才不讲了吗 怎么可能 他说 孙中山 我知道我这边打个岔 我蒋公伟国将军有讲 他说我讲得很扯对不对 你们一定不相信对不对 对啊 他有补充 他有跟记者讲 他说这真的是我个人经验 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他只是承受他的经验 那就回到我们国父 国父来了 国父一来之后 各位 他生病他没办法站起来 谁马上要站起来 谁 蒋公伟正先生 蒋公伟正那时候也在他身边 对 结果蒋公伟正正要站起来的时候 国父把他压下来 说不用不用坐坐坐坐坐 我是来看蒋伟国 伟国怎么样啊 伟国怎么样啊 他说他当时吓到吓呆了 结果呢 他爸爸带回回答 他爸就说 伟国现在已经没事了啦 先生让你操心了 国父就说 继续就不让蒋公伟正站起来 我现在说的是蒋伟国 先生说的 我在转述啊 然后国父就说 好 蒋公伟正先生 你就不用站起来了 因为我很快就要走了 不止哦 两个伟人完毕 所以我刚才跟你讲 说不止两个吧 还有戴季桃 国民党的大佬 戴季桃也来了 戴季桃也出现了 还有吴忠信等等 那我就现场戴季桃 戴季桃来 蒋伟国将军回忆 他说当时啊 戴季桃看到他 送给他了六个字 但是在这六个字 还没有送给他之前 他发现戴季桃后面 跟了一个白衣大士 他说 以他当时的判断 那应该就是观音大士 然后呢 戴季桃可能是 他亲生的父亲耶 对啊 所以你这样讲 就很玄了 对不对 好 那六个大字 是不是就很重要了 因为我希望 救你的性命嘛 你知道那六个大字 什么字 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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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印度文的意思 好 那大家会问啊 这真的应该是缺氧 或者是脑袋浑滑 什么六个梵文 是啊 错了 戴季桃先生 生前就在研究梵文 他对着 蒋伟国说 你只要好好念这六个梵文字 你的胸就不会那么痛 你看看对他很有爱 是啊 我们注意到 原来蒋伟国 他也曾经有碰过 凭死的经验 不过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美国的心也在痛 痛什么呢 中国大陆的东风飞带 已经可以打到第一岛链了 那美国人痛什么 他痛的是 我第一岛链可能要撤手了 休息一下 来揭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